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5年的PayPal1第九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 Radius and the area of a Zeta 12 cm and 30 pi cm square respectively 分別地 如果它這樣說 我真的有理沒理會有真相畫一幅圖 所以你讓我先畫一幅圖 如果大約我畫這幅圖 我估計我會這樣畫 用綠色筆畫低它 大約是差不多的 大約而已 我都畫得很差 類似是這樣的款式 都畫得很差 刷一刷 刷一刷 足夠了 好 接著就來了 它現在就說 半徑是12 cm 那你就畫對 是嗎 還有它說的什麼呢 Parameter的周界 那個周界 不是不是不是 是Area的面積 對 這樣就指著它 告訴自己看自己 是Area 是等於 30 pi Cm square 是嗎 OK 好了 這樣就來了 它就叫你求求什麼呢 就是求求紅色的這隻角 那不如我開中名義叫它做FETA 所以在A Park做的了 在這裏做 藍筆 出街的地方 藍筆 出街了 不如我一開始開中名義 就是Leg of FETA 就Be the angle of the center 好了 所以換言之發生什麼事呢 即是換言之 360度裏面 不好意思 你只不過是佔FETA那麼多度 只有一個圓的面積 就是Pi R R就是12 的二次 你理論上就是線形面積 當然 線形面積一開始 它已經告訴你 就是30 pi 所以在這裏 就等於 30 pi OK 行不行 中間的運算步驟 不同你搞 按計算機 約一約它 最後FETA 就等於 75 pi 這個當然就是答案 OK 行不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下B part 先下B part B part 看看它問什麼 它就叫你 Find the parameter of the center in terms of pi 找一下它的周界 周界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當然就是 我拿著螢光筆 當然就是 講到橙色的部分 就是講到這個 Length 這個弧場 再加什麼呢 就是兩個藍色的部分 或者我用粉紅色 會比較好 就是加上這兩個粉紅色的部分 就是半徑 很多人漏了粉紅色的兩楷 OK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所以在這裏 我一開始 就寫了 the parameter the parameter 好多人漏了 of the setter 就會等於什麼呢 如果給我做 首先我會計算橙色的部分,就是360度內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佔多少度? 剛才計算過,線形角其實就是75度,A part 就會是分之75度 再乘回弧場,或者整個圓圓的周界是多少? 就是2πR,所以這個位置就是2πR R就是12,當然你不是要2πR整個 你要這個部分,就是75度而已 360度內佔75度而已,所以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謂的橙色部分 所以我挖住它,讓你方便一點看 之後再加些甚麼? 就是再加上...當然就是... 轉返筆線 再加上當然就是粉紅色的兩個部分 就是12,再加12 這個我先拿一支粉紅色的highlight 你會更加跟進 這個就是另外一部分 那兩個粉紅色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這裏,終極答案,按下計數機 你應該都不難出到這個 整理一下,就會是... 5πR加24 因為整個東西有單位,就是CM 所以再加上CM 當然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OK?行不行? 好了,查查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裏了 好的,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